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 零三角的目光在众人身上转了一圈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几个人都没有抬头 互相之间避免着目光的接触 他顿了顿 终于低声说出了那句弹痕在心中已久的话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就来说说怀疑的对象吧 话一说出口 刚才还有着几分轻松的气氛 顿时变了 第八十七章 选票出来的人是 零三九这是做梦也没想到 第一个被怀疑到的人竟然是自己 所以说 我觉得小九很可疑 无常在精神极不自然地扭开头 不去看他 结结巴巴地说 因为 不论我怎么想 也想不出来 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我们的能力被剥夺的局面 零三九的嘴巴张圆了 忍不住扫了一眼海天青和棕毛兔 海天青突然对桌上的东西起了极大的兴趣 全身贯注地玩着一把叉子 仿佛以前没见过似的 棕毛兔把脸埋在了盘子里 不肯抬头 只有一个毛茸茸的屁股露在了外面 声音模糊地说 其实 我觉得你 也有点奇怪 因为你一直表现好像很凶有撑竹的样子 你们这么一说 连一直没有开口的老石人 海天青 都跟着落井下石了 的确 刚才大家一人说一个经历 只有他说的事 是离这个副本最近的 零三九级的汗都快下来了 你们可别这么快就认定是我了 我可不是点先生啊 他话刚说出口 胡长赛立刻愣了愣 眯着眼睛打亮了他一会儿 随即出声问道 他刚才确实没有说谎 看来的确不是小九 总算被相信了 还不等零三九松一口气 却见棕毛兔抬起了一双乌黑的眼睛 望着胡长在目光里充满的疑虑 或许 你才是点先生呢 说不定你是故意这么说 让我们对小九放心的同时 瞎一试地也相信你了 胡长在立刻急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呢 要是这么说来 你明知道食物可能有毒 还偏要去吃 也很可以吧 放屁 我那时候饿的 再说 如果我真的是点先生 不是应该避免这么做吗 那也未必 说不定你就是想装成大大咧咧的样子 反而容易博取信任 你这么有经验 你一定也是点先生吧 兔子 你怎么一会儿说是他 一会儿说是我 你到底都别吵了 在越来越大的分杂吵闹声里 海天青终于受不了了 他猛地一拍桌子 一声怒吼 震住了三个人 这一巴掌拍的银餐桌 玻璃器皿一阵摇晃 随即一块断裂的餐桌板就咔嚓一声 倒在了地上 一个个说 只说一点 别整出什么 胡思乱想的废话 海天青北方汉子的性格暴露了出来 低沉的怒吼声在鸦雀胡声的小隔间里回荡着 大家都是为了找出点先生 说了谁也不准着急生气 听见了没有 众人都沉默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还是鬃毛兔打破了寂静 我想了想 觉得小九不会是点先生 你们不知道 刚才有几个傻叉 想趁火 少了一个进阶能力的时候 把我抓住吃掉 还多亏了小九 把我救回来 他一边说 一边俯着自己肚皮上厚厚的一层绒毛 点先生 才不会做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胡常在烦恼地抓了抓头发 那会是谁啊 林三就看了看他 突然冷冷地说 难道不是你吗 这一句话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宗毛兔和海天青顿时将目光投向了胡常在 刚才我着急 证明自己不是点先生 这往深处想了一想 林三就拖着下巴看着他 表情很冷淡 这么说吧 如果点先生变成了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一个人 那么 当他说自己不是点先生的时候 立刻就会被你发现了 对吧 胡常在愣愣地点了点头 看样子思维好像还不太跟得上 以胡常在的性格来说 他一发现有谁是点先生 一定会马上嚷嚷出来的 就算可以说些什么话转移视线 这样一来 对点先生来说 风险太大了 林三九转向余下的一人一吐解释道 如果点先生 如果点先生变成胡常在 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不但没有了危险 反而因为他知道我们三个都不是点先生 所以还能假装自己可以分辨真假 让我们不去怀疑他 对的 的确是这样 兔子抖了抖耳朵 与海天青对视了一眼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林三九盯着胡常在额头上渗出的汗珠 面无表情地说 每当他面对敌人的时候 神情就会变得像铁板一样冷冰冰的 胡常在 至今没有净化出 体能强化 仍然是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饿了两个多月 可能吗 按理说 他早就该饿死了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样 震得在座的众人 脸色一下子都变了 胡常在的脸色顿时变了 他来回看了看身边的同伴无疑的样子 过了半晨 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这一点 我虽然可以解释 但是 你们肯定不信 踪矛兔严肃地望着他 你说来听听 迷宫刚刚出现的时候 一下子就是饿了四十三天 我确实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可是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 因为小九一直昏迷着 我必须每天给他做饼干糊喝 一天就要喝上好几次 所以 我已经习惯总在裤兜里 穿衣带饼干了 刚开始 我是靠着饼干撑下来的 这一点 海干部也知道 海天青点了点头 证实了他的说法 林三九愣了愣 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情况 可是 每过一分就等于一天 一包饼干 怎么可能撑一个多月 所以我说 你们肯定是要不相信的 胡常在 叹了口气 饼干吃完以后 我越来越虚弱 走路都困难了 终于和海干部他们走散了 在我倒在地上 以为自己就要饿死的时候 我生成了体能强化 所以我才活到了 海干部回来找我的时候 这未免太巧合了 偏偏是无人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生成了生命攸关的体能强化 海天青皱着眉头 有些疑虑地问道 这事儿 你可没跟我说过呀 胡常在苦笑了一下 那不是因为 当时你身边还跟着好几个人吗 谁也不能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假 空气里又一次沉浸了下来 大家都有点拿不准了 还是一股尖锐的饥饿感 将零三九从思绪里唤醒了 刚才吃的那口鱼肉 在相当于十多二十天里的时间里 根本如同没有一样 他忍着一阵一阵滴血糖引起的头晕目眩 一把抓过了纸笔 再也没看 胡常在一眼 再继续说下去 我们都要饿死了 不说了 投票吧 胡常在顿时慌了 他看了看兔子 又看了看海天青 有几分忐忑地恳求道 你们不会 真的要投我吧 我真的不是点先生啊 零三九见他欲哭无泪的样子 刷刷地写好了自己的投票纸 受到了他的带动 海天青也低下了头 神情闷闷地在自己的白色投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唯有长了一双绒爪的棕毛兔 不能握笔写字 他的目光在桌上转了转 选择了零三九做代笔人 九九 你帮我写吧 我要投给胡常在 胡常在一听 脸色都灰了 管了 肯定要增加第五轮的游戏了 不一会儿 在他的长须短探里 桌上就放下了两张红纸 一张白纸 这说明红队二人和海天青都已经投票完毕了 即使被怀疑成了点先生的人也一样要投票的 胡常在看了看桌旁的三个同伴 终于还是咬牙 写好了最后的一张投票纸 将它放在了另外的三张小纸片上 当第四张投票纸在桌上摆好的一瞬间 几个人仿佛都听见了咕噜咕噜的紧张的心跳声 零三九感觉自己的嗓子都要干了 他的心里突然充满了对自己刚才推断的怀疑 很不自信地看了看胡常在 忍不住低声说道 该开票了 海天青 要不你来吧 高大壮实的男人沉默了一下 随即有几分迟疑地伸出了手 掀开了第一张投票纸 也就是胡常在刚才放下的 白色的投票纸上写着棕毛兔三个字 棕毛兔顿时不屑地呲了一声 血眼腻着胡常在 你选我是在垂死挣扎吗 不 不是啊 我只是觉得最不可能的人就是犯人 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胡常在提出了一个非常弱的理由 海天青咳了一声 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回来 随即翻过了第二张白色的投票纸 也就是他自己的 这一次 胡常在本人都没有表示出惊讶来 只是任命地叹了口气 接下去就是红队的投票了 也不知道是零三九还是兔子的 海天青用他巨大的手指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第三张 海天青三个字赫然在纸上 开什么管笑 他顿时皱起了眉毛 瞪了零三九一眼 这一下 三个人得了三张票 也就是说 顶多只能出一个有效嫌疑人了 零三九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看着第四张 投票纸被转了过来 上面写着 海天青 屋子里忽然陷入了一片绝对的寂静中 第八十八章 服毒后的展开 仿佛是不敢相信自己成了唯一的有效嫌疑人 海天青盯着桌上的四张选票 神色越来越毁暗难明 连空气都好像停止了流动 凝固成了沉重的一块 压在了每个人的头顶和肩背上 过了好半生 海天青才猛地抬起了头 盯住了零三九 唉 我还以为自己模仿得很像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呀 从他口中吐出的不再是海天青一贯的低沉语气 反而是几个人在白雾里听到过了无数次的 轻快愉悦的属于点先生的声音 荒唐一声 胡长寨忽然倒在了身后的椅子 几步就从海天青 不 应该说点先生的身边跳开了 离得他远远的 一脸的惊恐之色 兔子浑身上下的毛也都炸了开来 在餐桌上摆出了一个防卫的姿势 自始至终 点先生都一直隐藏在白雾里 出现的不是他的声音 就是他的笔迹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此时突然近在咫尺地与自己坐在同一张的桌子上 也怪不得他们都受到了惊吓 怎么了 不是早就告诉我在这个房间里了吗 点先生对他们的反应很不满意 好像受到了冒犯似的 至于这么害怕吗 零三九也下意识地从餐桌旁边坐远了一点 此时听见他说话 似乎没有敌意 这才满是后怕地问道 那个 请问 海天青他在哪里 那个大个子应该还在白雾里睡觉吧 明明是海天青的模样 可是语气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不是经历了十二那件事 只怕零三九还真是无法调整得这么快 点先生又属于海天青的巨大手掌 撑着自己的一边脸颊 歪笑了一声 不用担心 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就会把他放回来的 这种模样更是令在场的三个人意识到 这个人绝对不是海天青 零三九顿了顿 忙又问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哪怕食物中有无疏毒 要是再不快点吃饭的话 他和胡常在就要快支撑不住了 点先生嗷了一声 伸出手 在鬃毛兔的盘子上敲了敲 这个呀 兔子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看着自己被清扫一空的盘子 就看了看点先生的手 神情中尽是不可置信 还不等他出声 忽然就身子一颤 啪的倒在了桌子上 一瞬间 零三九只觉得自己的血液都要冲上头了 不光是兔子 他和胡常在都吃了那盘食物呀 巨大的恐慌掐着他自己的脖子 仿佛要让他窒息似了 他和胡常在几乎是同时的撕叫了一声兔子 正要扑上去检查情况的时候 接下来却见到点先生拍了拍踪毛兔的肚子 后者两只前爪随即抖动了几下 二人愣了愣 然后踪毛兔抬起了一脸迷茫的脸 看着灵狐二人轻声地问道 你们也死了吗 一时受过度惊吓 准了 虽然乌苏毒是毒 可是我没说吃了会死啊 点先生很高兴似的笑了两声 而且我都在信上建议你们了 最好是一边吃一边讨论 谁叫你们不听来着 不过你们也算是了不起了 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 竟然就这么快地把我给找出来了 没有人回应他 因为在点先生的第一句话刚出口的时候 林三九和胡常在就已经冲到了自己的餐盘边 一把扔开了罩子 连刀叉都忘记了 伸手就抓起了大把大把的食物往嘴里送 他们两个人的嘴里都塞得满满的 已经是彻底被这救命的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给淹没了 根本就连点先生说的是什么都没听清楚 只有刚才吃饱了的这个兔子还保持着理智 他爬了过来 喘了几口大气 这才平稳了自己一颗扑通乱跳的心 你 你说 乌苏毒不会死人 那他到底是什么 点先生撇了一眼 两边一边啊呜啊呜吃着饭 一边竖起耳朵的人 笑着说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不过 你们先要告诉我 我是哪里装得不像呢 林一三九两边的塞子都要鼓成了球 他在百忙之中回应道 我儿会是乎乎的 说人话 你们每个字都是花了钱听的 点先生训道 林三九忙喝了一口汤 伴着汤艰难地吞下了嘴里的食物 这才开口说道 主要还是看行为风格的 尽管胡常在 在身上存了那么大的疑点 可是 他的表现里 基本没有不一致的地方 一看就是他的性格 还有兔子也是一样 既急躁又冲动 行为处事没有前后不符 就这个 点先生疑惑地偏了偏头道 这一点我可是特别留意过的 无论是说话形式 我可都把那个大个子模仿了个十足十啊 胡常在塞着一嘴的羊羔肉和蔬菜炒饭 在旁边点了点头 意思大概就是 他也觉得点先生学得很像 林三九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喝空的汤碗 这才朝点先生解释道 没错 你确实在我们的面前装得很像 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我根本不会往你身上想 可是 你却做了多余的一件事 一件海天青绝对不会做的事 他的这句话把松毛兔和胡常在的好奇心都勾了起来 点先生看着他想了想 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点点头 点头 转推